一只暴行鸟突然从天上掉到了阳台上 男子赶忙上前进行查看 发现竟然是一只比较罕见的小黄雀 看他此刻可怜巴巴地望着男子 似乎是受伤后飞不动了 好心的男子本想尝试抓住小黄雀救助他 可家里的小猫有种想吃掉他的感觉 于是男子把小猫驱赶开后 轻手轻脚地向小黄雀的身边走去 真希望这只小黄雀此刻不会被吓跑 奇怪的是不知道小黄雀是因为受伤的缘故 还是真想让男子救助他 竟然在男子即将靠近他时 小黄雀竟然没有做任何反应 而且近距离看他忧伤的模样的确像是受伤了 但是男子并没有对他趁人之危 先是慢慢地和他培养信任感 一会抓他的时候不会受惊吓飞跑 许久过后男子眼看时机成熟 正要上手抓住他之时 他似乎是出于本能反应打了个冷战 好在男子发现他还是信任自己的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把他扛进了自己的手中 没想到小黄雀被抓到后并没有挣扎地死去活来 反而他这时候有种小巧依人的感觉 可接下来男子会如何救助小黄雀受伤的身体呢 正当男子先给他喂水时 本以为小黄雀已经死去了 可没成想他竟然是在装睡 不得不说小黄雀喝水的模样的确挺可爱的 吃饱后的他不知能否在男子精心安置的玻璃缸内活下去 奇怪的是小黄雀刚被放进去 就像是脱胎晃骨了一般特别的生龙活虎 难道他之前虚弱不堪的样子是在演戏吗 然而这只小猫却真的在演戏 时不时的就会趴在玻璃缸旁想要吃掉小黄雀的举动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男子提前加盖了一层棉被 但是几天后意想不到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 棉布不仅被打开了就连里面的小黄雀也不见了 难道是被这只贪吃的小猫吃掉了吗 就在男子伤心欲绝想要对小猫发火时 他竟然对着男子一顿口吐芬芳 并且说不是自己干的 于是小猫为了证明清白对着屋顶方向不断喵喵叫 原来是这只小黄雀依然还健在 看他此刻活蹦乱跳的模样应该是康复了 于是男子秉承着人类的一份善心 今天终于带他来到院子并且准备放归大自然 然而重见天日的小黄雀在男子的手心里却一动都不动 难道他是舍不得离开男子吗 没想到小黄雀竟然又是在演戏 他不仅成功地飞了起来 还一直在男子家中的院子里徘徊 似乎他是在用自己的表达方式感谢男子 对此朋友们如何看待他的这种行为呢